石油書足國組織說 對原有需求今年復甦持審慎樂觀態度 主要產油國同盟友月初在例會上同意維持現行減產協議到2月 其中油組最大產油國沙特阿拉伯願意額外減產 以確保油市供求持續回復平衡 消息刺激國際油價回升到11個月高位 我們確保保護衛生會產生於今年 不過出席同一論壇的印度石油部長普拉丹批評 油組和盟友突如期內宣布延長減產 除了會大幅推高油價 也會對市場發放混亂的信息 一旦油價持續上升 最終只會令到更多國家認真考慮原油以外的替代能源 巴爾近代回應指油組和盟友必須在控制油產方面有足夠的彈性 強調所有決定都會以耗油國的利益為主 油組目前亦都已成功實現穩定市場的目標 阿聯油能源大臣馬之勒伊表示 越來越多國家開展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其中中國和印度開始見到疫情舒緩之後 原油需求開始復甦 預計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初 可能會實現油市供求全面平衡的目標 國際能源署署長比羅爾也同意 疫情受控的國家包括中國 原油需求已經重現增長 但認為需求難以回復去到疫情爆發前的增長水平 國際能源署促請產油國政府 要盡快設法減低國家經濟 就是對能源收入的依賴 無線電視記者綠子旗報道